好了 鎖定杭州亚運 鎖定中天新聞 非常感謝的是誰 先感謝美金農贊助 這一套跟中華隊一樣的隊服 那麼杭州亚運的中華隊 最新戰況如何 台灣的泳壇好手王新浩 在上午400公尺的混合式的 預賽中游出了很好的成績 4分23秒70 名列了分組的第四 在三組選手中是 壓線排名第八位 晉級晚間的決賽 大家趕快幫他集氣加油吧 好了 我們來了解一下中華隊的獎牌榜 那現在有怎麼樣的成績呢 柔道女王奪金之後 感謝的是一位男神 是誰 賣個關子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柔道的楊勇偉奪金了 柔道的男子60公斤級是首次 柔道隊的首次亞運的金牌 也是中華隊第100金 被楊勇偉給摔進袋子裡頭 那金牌戰隊的是誰 這次不是日本隊 是韓國隊 這場比賽我有看 楊勇偉在最終一直僵持到了最後的30秒 他搶下了一個半勝 而這半勝呢 也是致命致勝的一擊 終於不用再說好想贏韓國 這一次 扎扎實實的贏韓國了 另外還有的是 柔道的女王 蓮真琳 他也是拿下金牌了 柔道女子的57公斤級 他35歲了 四度參賽 其實他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度想要放棄 但他還是堅持到最後 那在柔道界也被稱為柔道女王之稱 他得牌之後呢 非常感謝的是楊勇偉 而就是剛剛提到的 柔道男神楊勇偉了 因為楊勇偉是不斷的鼓勵他 繼續堅持自己的路 而柔道路 他也確實拿下了這次金牌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柔道女王 蓮真琳 擊敗日本的勁敵 玉智陶 成功拿下金牌 是本屆亞運的第二金 也是亞運中華女將 有史以來的首金 那蓮真琳奪金的感謝 除了教練之外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柔道男神楊勇偉 其實楊勇偉是他的後輩 但是他還是不停的鼓勵前輩 那更誓言 接下來要拼的是 奧運的牌子 好啦介紹完之後 還有怎麼樣的賽事 我們來往下繼續看下去 再來要看到的是 我們的跆拳道的馬雲中銀牌 跟跆拳道的陳新亞也是銅牌 他們比的項目叫做品勢 那麼品勢其實就是有點像武術 按照一定的規律組合 組在一起的固定套路 空手道也有 空手道叫做行 其實都是相同的類似的一個表現 那首度呢 是亞運品勢項目打進金牌戰的 不過最後是隱恨拿下了銀牌 也算是歷史最佳紀錄了 還有在我右下角這邊的 體操男子團體的銅牌 有誰 李志凱 蕭佑林 蕭佑林 蕭佑林冠儀 黃彥璋跟葉正 那麼因為他們攜手贏過的是南韓 不過是摘下了銅牌 也是很不錯的表現了 團體賽還有誰呢 網上面看到去是桌球的男子團體銅牌戰 是莊之淵 林韻如跟廖正廷 那麼對上的是實力非常堅強的中國隊 那很可惜啦 最後是落敗了 是以三屆銅牌作收 是現在來看 中華隊是二金一贏三銅的成績 其實也是相當不錯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剛剛提到的體操呢 25號在杭州亞運的競技呢 體操女團的決賽是以147.096分 排名第四 締造了對始紀錄 其中要記得一個人 丁華田 她在平衡目的資格賽中呢 是成功完成難度5.9分的動作 是以13.866分 以第一名之姿挺進了決賽 那教練蔡衡正則認為 不僅能夠為丁華田之後的征戰呢 世錦賽添加信心之外 也希望接下來丁華田能夠挑戰的是 亞運的體操單項的獎牌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的是桌球嘛 桌球我們來細聊一下 桌球隊這一次的男子代表隊呢 是連續三屆都有拿下牌子的 同一體賽的獎牌 那麼四強賽是面對誰 剛剛提到的大魔王等級 中國大陸啦 那只落三點 一局未取落敗 確定是收穫一面的銅牌 連續三屆都是銅牌啦 那中華隊在第一點呢 是由我們的老將莊智淵打頭陣 面對的是對面的球王 范震東 那一開始的比賽呢 是0比7就落後 再來是以6比11 7比11 7比11 直落三點落敗 第二棒交由了林雲儒 負責是兩點第二點 但是也撐了25分鐘 就以5比11 5比11 6比11 不敵的是排名世界第二的王楚清 那麼接下來中華隊的桌球代表隊 還是有個人賽及雙打賽事的 所以請大家還是要繼續拭目以待喔 那麼接下來最後我們來看到的是 還有什麼比賽要請大家注意的呢 不要離開 沒有錯 在接下來旁邊可以看到這個賽制表 幫你做了一個簡單整理了 那麼賽制表可以看到呢 在今天的11點呢 其實有看到了 還有很多的賽事喔 看到的是 累球的 新加坡對上的中華隊是小組賽 再來是2點的時候 2點25分有武術隊 那麼再來是2點55分呢 有團體的競技項目 還有4點55分 是3對3的籃球 跟7點25分 還有7點50分都有賽制 那麼接下來的比賽呢 還是要以官方網站為主 可以去拭目以待一下 中華隊還會不會拿下不錯的成績呢 好啦鎖定杭州亞運 鎖定中天新聞 再寫記錄 林真林在杭州亞運 女子57公斤級項目 在黃金得分賽 反制對手的單臂過肩摔 擊敗5次交手 都落敗的日本名將玉智桃 拿下本屆第二金 也是亞運中華女將 有史以來守金 賽後她難演激動的淚水 台下錦勇教練 我真的覺得很像在作夢 終於走到這一步 我覺得真的是把 這段時間的壓力 全部都釋放出來 今年35歲的林真林 在之前東京奧運 第一輪就出局迎來第一潮 本來已經打算退休 但如今摔出金牌 也給了她信心 宣布繼續再戰 明年的巴黎奧運 亞運金牌是我決定繼續 站在場上的理由之一 連正玲也特別感謝 教練的陪伴與指導 見證自己的第一潮 她也對現在亞運男子 柔道奪金的楊詠偉 至上感謝 詠偉真的帶給我很大的力量 就是 她不會說因為她現在就是 成績很好 然後就會 高傲或是怎麼樣 她就是真的是很真心的 就是想要我們 看著連真林的金牌之路 五次交戰勁敵 終於贏了 教練也很感動 今天的表現 太棒 只能說太棒了 不是感動而已 是噴淚 另一邊中華隊的桌球男團 在同牌站遇上勁敵 地主大陸 首輪由莊智淵 對上大陸球王樊振東 被連拿三盤 後來派出林雲儒 也遭大陸侵取 第三輪廖正廷 被水一戰也沒能扭轉劣勢 最後以銅牌作收 記者綜合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往下臺 和保養 洗滌 3 比 比 滿 parent 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